字幕提供 好 我來介紹一下高階導含數 這一部分喔 老師主要是做一些名詞的介紹 還有一些符號寫法 好不好 比較強調文字上的敘述 所以說這邊同學聽得懂就好 好不好 符號看得懂就沒事了 來 首先老師先介紹一下 一階導含數 什麼叫導含數 導含數就是微分的意思嘛 所以說你看一下 你今天把一個fs抓起來微分 微下去的時候就稱為什麼 fs一階導含數 那我們在數學上把它揭解成f'x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f'x就是把fs抓起來 這樣微分為一次嘛 這樣行不行 那老師講過 這f'x是一種簡寫 有沒有印象 它標準符號寫法怎麼寫 把fs抓起來去對x為分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看過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把fs抓起來去對x為分 那我們可以把fs寫在分子上面去 可以把它寫成 可以把它寫成 圍圖兩次了嗎 我們符號寫法怎麼寫 原本是撇一撇 再把它加上撇一撇 就代表微分為兩次了 這樣行不行 那這也是一樣 把fs抓起來對x為分為幾次 為兩次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把這上面加一個平方 我看到 把這fs對x為分為兩次 這fs可以寫在分子上面去 好不好 這底平方fs去對x為兩次 同理還有三階導含數 什麼叫三階導含數 原本fs是微分為兩次了 再微一次 就成為fs的三階導含數了 這時候一樣 把這撇幾撇?撇三撇 而這邊改成幾次? 三次 這一改成三次 這樣就好了 這樣行不行? 那問題來了 老師要是微分為四次為五次 為一次撇一撇 為兩次撇兩撇 為三次撇三撇 為四次不就撇四撇嗎? 為十次撇十撇 好實際很累欸 所以說基本上 到三次以上 比如說 好是舉例 是為四次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上面 加一個括號是 這樣就好了 這樣行不行? 就代表把fs微分為四次的意思了 那這後面沒問題 這直接改成四次 這也是一樣 這直接改成四次就好 這樣行不行? 所以圍四次以上 所以圍四次以上 習慣上這邊直接加數字了 就不要再撇好不好? 否則撇不完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齁 那以此類推 假如換句話說 以後看到 N皆導含數十 也就是把微分為幾次? 為N次 所以說 原本是微分為了N-1次之後 再為一次 就稱為Fs 就稱為Fs N皆導含數 這上面的地方 直接加一個N次就好 這邊呢 直接加一個N 這邊以上把它改成多少 直接加一個N 這樣就好了 這樣行不行? 就代表微分為N次的意思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到這邊 麻煩你把這整個把它整理一下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OK 這整個符號認識這樣就好了 行不行 我們現在再看後面的題目 OK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齁 這Fs三面撇兩撇 我們看到 三面撇兩撇 代表是Fs 為分為幾次? 為兩次嘛 現在Fs是這樣子 他說為分為兩次等於0的時候 問你 Xs是多少 所以第一件事情 這是題目給我的Fs 我要把它為分為兩次 老師建議大家好不好 因為為兩次很麻煩 所以老師建議大家 先把這三個成開 成開之後再去為分 這樣好不好 首先 你先把這兩個成開自己 As平方加3s加2 再去稱也a加3 行不行?怎麼成? 老師在強調這兩個相成沒問題 對吧? 這乘起來是再去稱也a加3怎麼成? 這就慢慢來算好不好 乘法有什麼率? 分配率 把aks乘進去好不好 乘進去是變a三方加上3s平方加上2s 再把這個3給乘進去好不好 乘進去變成3s平方加9s加6 再把整理一下 a三方加上6s平方加上11s加6就好了 這樣行不行? 好 寫到這邊之後 題目說要為分為兩次嘛 我們先把為一次 這樣行不行? 為一次次起 3s平方加上12s加上11 這樣行不行? 再為一次這樣行不行? 再為一次次起 6s加12 這樣行不行? 那題目說什麼? 為兩次之後 它會等於0 也就是6s加12等於0 可見算算 ax就是多少? 負2是出來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到這邊 麻煩把這裡把架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